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定记里的韦小宝 有七个漂亮的老婆 但如果被二十一个美女围着 不知道是什么感受 这个问题 黄柏明应该能回答你 4月8日生日的黄柏明 日前就有一大班美女 为她庆祝71岁大寿 这班美女当中 还有不少是黄柏明的旧合作 有当年的开心鬼系列里的袁杰盈 和李立真 又有李慧敏 汤宝如等等 是不是所有的回忆也回来了呢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庄思敏 庄思敏姐妹 真的人才极技 非常热闹 网友花6666.66元问郑爽 对前任的态度 两个字的回答 听着眉毛病爽妹子又上热搜了 这次的话题很吸睛啊 回答对前任的态度 关于这个前任 很多人都关心说的是谁 张汉还是胡彦斌 但不管是谁 反正都过去了 郑爽怎么回答的才是重点不对吗 毕竟这个问题可是网友花了6666.66元提问的 郑爽妹子的回答很简短 两个字尴尬 看到只有两个字的时候 各路人马为花 前提问的人打抱不平 但是 话说回来 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 尴尬不是很正常吗 有的分手了能继续做好朋友 但有的就是很尴尬啊 这么一看没毛病吧 其实吧 最近郑爽因为问答这件事 没少引起争议 前几天橘子军 也统计了他回答网友的问题 没看过的来回顾一下 今后对林里伴有什么要求吗 最好是个男的 分享一件吹过最大的牛X 我要当演员你是抱着什么心情 去对待微微一笑 就是当工作吧 花一块钱看郑爽说段子 这买卖不亏 爱我吗 还好吧 你呢 像上面都是便宜的问答 666.66元档的问题 就没那么随意了 毕竟粉丝是花了大价钱 肯定的深思熟虑的问 同样是关于择偶条件的问题 郑爽第二次的回答是这样的 那对待感情 你是怎样的人 粉丝连续四个问号 郑爽回答了19个字 暂时不想待在娱乐圈吗 关于外界质疑你得了抑郁症 有什么想 说的 这位粉丝真是问到眼上了 郑爽的回答就 依然很简洁 不过也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前面两个价位的问题都看得差不多了 最后是6666.66的问题 问的是郑爽对待娱乐圈出轨的看法 仁仁平等这四个字 我是真心挑不出来哪里不对 讲真 没发现郑爽还是个潜在的段子手 最后一句惊 毛阿民老公被坑10亿美元 仍列胡润复合榜 近日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 毛阿民的老公解之坤 虽然被告出在一项海外投资项目中被坑 10亿美元不翼而非 但仍以175亿身价 名列全球富豪834位 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解之坤是中 直企业集团的创始人 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 他以120亿身价位列大中华地区第197位 成立于1995年的中直企业集团 从木材生意起家 现在的主要业务已经涵盖投资 并购 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等 拥有多家全资 控股子公司 参控18家上市公司 总计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 今年2月 解之坤一指诉状 将去年曾陪同一起欧洲考察的Zio Group高管们告上了法庭 指控这家公司的高管通过欺诈行为获得秘密利润 根据诉状 解之坤称在2014年 出资人民币58亿元 当时和9.4亿美元 帮助设立Zio以及资助Zio收购了两家国外企业 但不久之后 解之坤称不知道投入了58亿元 最终投资了什么 自己并不知情 Zio不回他的电话 也不给相关信息和文件 于是 解之坤的一位代表 在伦敦连续两次给Zio发了信函 要求了解资金取向 但奇怪的是 Zio Group否认拿过解之坤的9.4亿美元投资 成为这回事 最终双方还是没谈容 今年2月解之坤将开曼群 老法庭提起诉讼 指控Zio高管和谋诈骗钱财 此事件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后 迅速传遍了社交媒体 3月21日Zio Group发布了一则 关于不实报道的澄清声明 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存在多处 对Zio Group及Zio Group管理团队的不实报道 已对Zio Group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损害了Zio Group的良好声誉 至于哪些是不实 报道 该声明并未指出 有趣的是 如果解之坤的确在2014年 投资了9.4亿美元给Zio Group 那么这笔买卖太值了 那时候正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点 如今这笔钱折合人民币 约合64.7亿亿 三年间仅汇率就净赚6亿人民币 而2014年 由于外汇储备增幅很大 并不像现在这样资金难以出海 9.4亿美元到底有没有丢 目前还是个谜 双方都没有透露更多 但据了解 这一纠纷直接导致解之坤 后续在A股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 在A股东运作计划失败 在A股东运作计划失败